如何踩在运动装备的风头浪尖 如何掌握经典品牌的私立往事 如何锻造淘鞋买鞋的火眼接近 吴才说 我说 你听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吴才说 我是吴才先生 很久不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依然没有办法跟大家见面 因为刚来到台湾这边 还没有买到一只 顶自己喜欢的帽子 所以就先不出面了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鞋 是一双亚瑟士的跑步鞋 我之前一定有介绍过 亚瑟士入门级的G1000 包括入门偏上的G2000 还有一些马拉松三向赛的鞋子 那你之前的那些评测 你去网站上搜 吴才说ASKS应该就搜得到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是一双亚瑟士的顶级的跑步鞋 这也是今天刚刚在台湾这边买来的 OK 首先亚瑟士的鞋子怎么说 我觉得它的表现一贯以来 就像是一个学霸一样 即便随便出一款鞋 都能像随潭测验一样 给让专家和老师 包括我们这些跑友们 不得不给他满分好评 OK 所以跑鞋之王的名义 也只有他敢当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亚瑟士的前身 即现如今的潮鞋 它叫鬼种虎 这是一个50年代名声大噪的运动品牌 因此亚瑟士也特地保留了这个品牌 到今天 当然这个鞋子不是了 一看这个鞋子就像是它的跑步鞋系列的鞋子 那亚瑟士这个名字 亚瑟士呢是名字取名来源于古罗马诗人的一个格言 大概的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健全的精神 源于健康的体魄 这也是我在每一期跑步鞋之前都要讲的这么一个理念 就是说一个好的运动 一个好的身材 对于你的学习和工作会有怎样怎样的影响 那亚瑟士呢就是很好地贯彻了 本帅这个理念有没有 那亚瑟士的各种跑鞋有很多种系列了 那它不同的系列呢是按照不同的脚型来划分的 所以呢各个系列的特点就是前面的一些潜水词 比如说缓冲叉叉 减针叉叉 稳定叉叉 那这个鞋呢属于缓冲叉叉 总的来说呢这双鞋可以说是亚瑟士家族 最软的一双鞋 所以呢这也是我来到台湾以后要买的第一双鞋 因为它真的很软 穿亚瑟士你不穿它最软的那一双 真的是就觉得很亏啊 那亚瑟士的跑鞋呢各个系列都有啊 有顶级啊 次顶级 使用级 入门级 但是呢这个级别的划分并不是说字面上意思啊 顶级的跑鞋就比次顶级的好啊 这个顶级呢是给重量大的体重人穿的 那级别的选择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体重来选 像一个体重较轻的人 你如果穿一个顶级的鞋子的话 就会因为自身体重较轻啊 踩不动那么昂贵的减证材料之后呢 也是百搭啊 就像你买 就像给你一个赛车的时候 你去开一个跑车队 你一个小白走在中国的马路上 你却要开一辆跑车 其实这个是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浪费和百搭啊 所以呢 评测呢我们就分为上下两集啊 第一集呢我们就先来介绍这个Nimbus这个鞋子 那下一集呢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亚瑟士跑步鞋的系统大概有哪些啊 那前年后后的四到五期亚瑟士下来 相信对你买亚瑟士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指导了 那亚瑟士就开箱 我们直接开箱了啊 因为亚瑟士的鞋盒 其实没有任何的 像Nike乔丹系列啊 或者Boost系列来的那么的花哨啊 那简单说一下尺码 我平时是穿US8.5 42嘛 那这双鞋的亚瑟士呢 它的马路是比较偏小的 所以你要买42.5 不是你要买 是我要买42.5 也就是US9 OK 所以你要买的话 也是要大半码的 因为测量的方法呢 就是你的脚穿在上面以后 脚后跟往后顶 你要摸前掌 基本上一个食指的位置 一个食指的空档要有 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 这么一个马术 OK 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鞋子了 那其实 Nimbus是 我刚才已经讲了 它是亚瑟士旗下的一个顶级的跑步鞋 那它比较适合外翻族和正常族啊 所以呢你有看到外翻的质有胶会给的比较足啊 这边能看得出来 那亚瑟士科医说得上是一个技术包了啊 所以呢 我们就还是按照老样子啊 不太介绍它的外观跟它的背后的故事 而更多介绍它的科技含量和科技运用 我们从鞋底开始说起啊 首先呢 要介绍这个亚瑟士当家的这么一个质有胶技术啊 有看到这边它的标签上也有写质有胶 OK 那这种技术呢 是从1980年代发明之后呢 就一直是亚瑟士的看家品里 我之前呢 有频繁的评测 Boost或者UltraBoost的鞋子 NMD 我都会讲说Boost是 时下减震排到前三的这么一个 我为什么一直说前三不说第一呢 因为第一啊 就是这个在我眼里 就是这个亚瑟士的这种胶 OK 那这种这个 这种胶呢 可以说号称啊 那在号称是从6鸡蛋从6米高的高空 也就两层楼扔下来 掉在这个这个旧胶上 鸡蛋是不会碎的 OK 你在网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实验 是能够证实这一点 那这个胶呢 它是介于固体跟液体之间的一种神奇的材料 那被用用于潜水艇啊 防弹衣啊等等 很多高科技产品上 所以呢 全世界没有亚瑟士能够把它运用到跑鞋上 所以呢 这样一个神奇的避震的能力呢 给全世界跑鞋带来了一种强悍的保护 和一种独一无二的舒适感 很多人说呢 你感觉像是踩在石上 OK 我相信这么说的人肯定没踩过石 我也相信啊 这个也不至于说像踩到石上来的那么爽 OK 所以呢 说踩到云端啊 或者是怎么踩到人的肉上 各种说法多久了 反正总的来说都是想说明这个旧胶 它真的真的很软啊 这是其一 那其二呢 就是要我们一点一点看啊 比如说鞋底这边有写一个guidance OK guidance line呢 就是这么鞋底的一个重心引导线技术 那全掌的这么一个从后到前的凹槽呢 能够引导你的步伐 在跑步的时候 把你的步伐引导在一个正确的轨迹上 轨迹上这样能够有效的引导你的脚跟到脚指的姿势啊 提供一个平稳和舒适的跑步旅程 同时还可以减少这个过程中的能量损耗和延缓疲劳 因为你要知道在跑中场跑的时候能量的损耗和疲劳会给你的助攻带来非常非常不适的感觉 这是guidance line啊 另外呢一个是trust t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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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有写一个ahar 不是很明显啊 黑色橡胶这边ahar呢是它这样一个 稍等 是压策式的一个啊 外底的技术 最早的是ahar 现在呢已经进化成ahar夹了 旁边有一个非常小的夹号 ok ahar夹呢 啊 其实主要的意思呢 就是一个鞋底的最大的耐磨啊 我个人感觉啊 这个 呃 虽然这张戏还没穿啊 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个黑色的橡胶的厚度 绝对不是亚瑟阿迪达斯的outro boost 包括耐克的很多跑步鞋 没法比的这么一个 呃 这么一个厚度啊 那这是一种新型的轻量和防滑的材料呢 那比亚瑟是早年的耐磨性提高了三倍啊 那比 呃 比耐克家的那个XT啊 耐磨橡胶技术提高了六到九倍这么一个 耐磨的寿命 ok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一个鞋 鞋子后面呢 一看就特别高级的这种 一个硬邦邦的一个高 很有科技感的 这么一个硬质材料啊 这边有写 它是IGS ok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看得清楚 ok IGS呢 其实是impact guidance system啊 是一个专利缓冲系统 这其实是一个技术包的总称了 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一期叫如何选择实战篮球鞋啊 在这个 那期的时候有提到过啊 选择一双鞋的基本几个机能和要素啊 包括 避震啊 抓地啊 稳定 透气啊 容易玩去啊 重量啊 耐久啊 包袱性啊 等等等等这些技能 那这个八个机能的水 当这八个机能的水平测试调到最高的时候 我们就说它达到了IGS这个标准 所以说呢 IGS不是一个系统啊 不是一项技术 它更是一个标准啊 所以呢 基于不同的运动特性和理论呢 就有了慢跑IGS 路跑IGS 排球IGS 等等等等等 所以呢 你选择一双跑步鞋的时候 如果 包括你选压设施的时候 一定要选 我建议你啊 一定要选上面有一个 一定要买一个IGS标志的跑步鞋 因为 我觉得买了这样这样的鞋子才能说明你的鞋子的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说的这个 一个白色的中底这边有写了一个非常非常不明显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楚啊 Fluid Bright OK 这样是一个双层的中底材料 同样呢 我在有一期 如何选择跑步鞋的时候 跟大家说过啊 一个好的跑步鞋 它的中底至少是有两层的不同密度的材料 OK 那这边你就看得很明显了 一层黑一层白 两层材料 其实它有三层了 包括这有胶 其实也算一层啊 那这个双层的中底材料呢 上层呢 叫SPEVA 下层呢 叫Soilet OK 那这里双层的材料呢 可以有效的提高你的整个鞋子的缓冲力和回弹力啊 同时兼顾气量化和耐用性 因为呢 这个Soilet材料啊 它这个中底比那个上面的SPEVA更轻30% OK 所以呢 你可以算一下 下底比上底轻了30% 它们的重量是一样的 那总的来说 这个鞋子比它原来轻了多少呢 如果小学奥数或者你要考公园的话 预算出来啊 很简单 15%有没有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双层中底呢 质量是可以比原来的普通鞋子的质量减少15%的这样一个 OK 那最后呢 还有看到这边 也有写一个 其实它一些鞋子上面 它这样的英文字母都是被白写的啊 它一般都是一个技术包的介绍 这个是Fluid Fit OK 这也是这样也是一个 叫什么 是压舍式的一个鞋面技术啊 这个 这个Fluid Fit的意思呢 就是给鞋面增加了很多的支撑条啊 那配合多方向的弹性网布啊 你没有看到这个网布的支撑 它不是朝一个方向 或者是时空格的这样一个网布 双方一配合 给这个鞋子提高了更加的稳定性和运动的特色 能够让你这个鞋面在旁部的过程中 更加的贴合脚型 OK 那这一代的Nimbus 18呢 它的这样一个3D打印用的环保材料啊 质量会比上一代Nimbus 17更轻 OK 那后面 这里再说一句啊 这个18 17的意思呢 就是每一代的意思 基本上 它一个季度的话 它这个数字会加以啊 你像16年版本的叫Nimbus 18 那上一年的叫Nimbus 17了 OK 所以呢 其实它每一代都有一点点的些许的改进 OK 那我们继续说啊 它这个后跟也是蛮有说头的 啊 有看到它这个后跟的纹路 这边是一个菱形的黑色的纹路的格子 OK 那这个呢 叫PHF Personalized Health Fit OK 这是一种记忆泡棉 有一点像你 现在比较新型的一种枕头啊 它是可以贴合你的脚腕的脚型啊 根据你跑步时候的不同姿势 调整 你这个穿着的情况来保证这个 后跟这块的一个贴合和跟脚啊 那 那 这里要说一下 你如果舍得拆你的不喜欢 不穿的乔丹的鞋子 包括很多很贵的鞋子的话 你查看它的这样的网布 你看到它鞋内的这样的运用啊 鞋子的运用 它是用不到这样一种记忆泡棉的 这也是它的一个科技 那最后呢 再说一下 就是它这个鞋垫了 鞋垫呢 那是Ortholite Anidas的Superstar 现在也经常常见 就是这样一个多孔的疏松的这么一个鞋垫 OK 这样这个鞋垫呢 同样也是用环保材料制成的一个鞋垫啊 能够防臭防菌 OK 所以呢 也 摸起来很软 也很厚 OK 所以呢 那 这个鞋子大概啊 说这么多 就把这个鞋子 它所包含的主要的科技运用 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 哦对 还有再补充一下 这亚瑟士啊 很多人很不喜欢这个标志 其实我也不是很喜欢 但是呢 我就在想 它的标志 为什么不能简化一点 或者说 它的隐藏 那其他部位呢 后来才知道啊 这个标志其实是它这个 增加整个鞋子包裹性和包覆性的一个 鞋面包覆技术啊 所以它必须从脚跟延伸到前掌 它这样一个材料 可以防止你的这个网固 它张力过大啊 造成的这个鞋面的松弛 OK 所以呢 这个亚瑟士标准 标志是你的它的这样一个logo 一直都在啊 有些鞋子可能还加了3M反光技术 增加你夜跑式的安全性 所以呢 亚瑟士的顶级的跑步鞋 大概都是这样了 你如果不服的话 你可以拿出你的耐克的鞋子 比比鞋底 OK 比比鞋面 你就知道它的科技应用差多少 基本上呢 我们为什么说耐克或者安妮达斯 或者一些 呃 宽威啊 说他们的休闲 因为其实你如果做一些调查的话 你知道啊 一双那样的鞋子 它的成本只有2啊 30% 那其实它后面的营销广告 品牌价值占70%的样子 亚瑟士呢 常要反过来啊 它的科技成本就占了60%以上 那它几乎不营销了 所以你有看到它的鞋盒 就是这样很简单的 所有的鞋子都是一样的鞋盒 OK 所以它把成本都用在一双鞋子上 所以呢 啊 这双鞋子虽然我挑来挑去 还算比较能接受的了 因为我一直在说嘛 我喜欢黑白色 如果一定要就一个彩色吧 就是红色 所以呢 就选了这样一个跑步鞋 还没开始跑啊 但是我相信啊 根据之前的经验 它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鞋 另外呢 这里有写售价啊 3800台币 大概是 800块人民币的样子 OK 所以呢 才800块 800块你买一家耐克 只能买一个原家的鞋子 只能买一个Air Max 都买不到 OK 所以呢 799差不多 跟Air Max的价格是一样 OK 所以呢 它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好 那这一期的介绍就是 高端鞋Limbus的一个介绍 亚瑟士家族最软的一双鞋子 OK 那下一期呢 我们会给大家介绍 亚瑟士家族 其他我一些没有介绍过的鞋款 以及你选择亚瑟士的时候 该如何来做这样一个选择 那欢迎你继续关注我的评测视频 如果还有什么想跟我交流的 记得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 吴三先生跟我互动 我们下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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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